最近掌握的是发生在新闻是中和的这起命案 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警方冒场的时候是发现 有一名11岁的孩童还有7岁的孩童是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当时在房间里面的除了这两个孩子之外 只剩下孩子的母亲 警警就会觉得他有可能是室友中嫌 是立刻将他带回 而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当时一名他这个母亲的朋友 原本是要去来探视母亲的 结果呢一到房间就发现好像出事是赶紧到这个柜台来向警方报案 而目前呢这名朋友是已经到了这个原先派出所 而嫌犯事后呢警方也会将他来带回来侦办 那根据了解呢这两个孩子他们呢 这个一家三口 他们其实在5月12号呢就已经搭计程车 来入驻到这个新北市中和的这个汽车旅馆里面了 当时呢只有他们三个人 而这段时间呢一直到今天5月14号已经大概是两天的时间 到底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目前警方都还要在持续厘清 不过去了解呢当时有一名徐姓女子呢 她当时要去找这个母亲的时候就发现 孩子好像不太对劲 进一步来看呢发现孩子已经死了 是吓得赶紧向这个柜台来请求协助来 赶快来报警 而警方目前呢是了解到是说呢 这个母亲初步是表示她当时是情绪失控 有吸毒也有喝酒12号入住 那么后续她还会再怎么去解释 警方目前已经有监视小组来到现场来监视 同时也要调略相关监视影像来查明真相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